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正努力在制程技术和全球先进产能方面追赶台积电,但在美国市场,这家晶片巨头仍然无人能敌。 据报道,英特尔的Fib 52工厂比台积电目前的Fib 2117和即将投产的Fib 2127工厂更为先进,其产能相当于这两个工厂的总和。 英特尔Fib 52工厂,旨在生产采用自认等效业界1.8nm级的Intel 18i级更先进工艺技术的晶片。 这些工艺技术使用环闸GAA Ribbon Ft电晶体以及PowerWire背面供电网络。 该工厂的产能为每周1万片晶圆,满负荷运转时每月约4万片晶圆WSPM。 按如今标准来看,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晶圆厂。 据业界观察,目前Fib 52配备了4台ESML Twinscan NXC低数值孔径EUV曝光系统,其中包括至少一台NXC3800E。 这是ASML最先进的低数值孔径EUV曝光机。 它借鉴了下一代高数值孔径EUV曝光机的晶圆处理装置,更快的晶圆平台和光源。 因此,在30MJCm平方的计量下,每小时可处理多达220片晶圆。 该工厂还拥有三台NXC3600D系统,在30MJCm平方的计量下,每小时可处理160片晶圆。 此外,英特尔在亚利桑纳奥科迪洛的龟沙漠园区预留了至少15台EUV曝光机的安装空间,未来可能引入更高数值孔径,HiNA机型,进一步巩固技术壁垒。 与台积电FAB2117工程,采用台积电N4和N5工艺生产晶片相比,英特尔FAB512能够采用更先进的制程节点,低至1.8nm及以下生产晶片,并且每月晶圆处理量是其两倍。 但尽管技术领先,FAB512的量产进度,仍受制于Intel 18a制程的良率爬破。 目前该工厂正小批量市产,搭载Intel 18a技术的Penzen Lake处理器,但英特尔预计需至2027年初才能使良率达到行业顶尖水平。 在此之前,FAB512的CPU产能将受限,部分产线可能处于闲置状态。 反观台积电,其美国工厂采用成熟制程快速量产策略,可迅速实现接近满载的利用率。 Intel 18a制程的量产计划正值竞争对手加速前进之际。 晶圆代工市场龙头台积电当前占据超三分之二的全球份额,预计将在2奈米世代保持显著领先优势。 台积电在2025年下半年,在其台湾晶圆厂启动2奈米工艺量产,该制程首次采用全环绕炸集GAA电晶体架构。 相较3奈米节点,可提升10%至15%效能,并降低30%功耗。 更关键的是,台积电展现了非凡的制造实力。 据报道,其2奈米制程几月前,量率就达60%,这一数字令人瞩目。 而今年3月有报告显示,Intel 18a制程量率仅20%至30%,三星类似技术则达到40%。 台积电还拥有庞大且忠实的客户群,苹果、AMD等大客户已明确将采用其2奈米工艺。 甚至英特尔自身也在实施多元化战略,委托台积电代工部分2026年推出的Nova Lake桌机处理器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测台积电2奈米产能,有望在2025年4季度实现满载。 尽管英特尔宣称,Intel 18a制程在效能与功耗上将优于台积电同级节点, 但台积电晶片在密度与成本方面可能仍具优势。 学商加上的是,英特尔新制程屡屡延期,Intel 18a工艺,在市产后已有外部客户退出,导致需求不及预期。 反观台积电,凭借规模优势、完整生态及众多准备拥抱2奈米技术的忠诚客户, 或将给英特尔制造更大的竞争压力。 在此背景之下,英特尔股价在平安业的盘前走跌, 主因市场传出,汇达已暂停采用英特尔先进制程进行晶片生产测试, 引发投资人对英特尔制造技术进涨的疑虑。 消息传出后,英特尔盘前股价一度下跌于3.3%, 每股暂报35.15美元。 根据路透报道,汇达近期曾测试英特尔的英特尔18A制程技术, 但随后未再继续推进相关计划。 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指出, 测试已暂停,但未说明具体原因。 对此,汇达与英特尔皆为立即回应置评请求。 英特尔发言人仅表示,英特尔18A制造技术进展顺利。 英特尔18A被视为英特尔重返先进制程竞赛的关键技术。 英特尔近期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奥科蒂洛、 奥科蒂洛厂区启用Five52新厂, 成为首座进入量产阶段,采用英特尔18A制程的工厂。 英特尔指出,英特尔18A是目前在美国本土开发并部署的最先进制造技术, 象征公司推动先进晶片在地生产的重大里程碑。 英特尔利拼以先进制程重振制造实力, 目标是挑战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, 并重新巩固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。 然而,辉达暂停测试的消息, 仍让市场对英特尔能否顺利吸引大型客户采用其制程保持观望。 辉达去年9月宣布投资5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, 时点紧接美国政府决定取得英特尔约一成股权之后。 由全球市值最高, 且为人工智慧AI晶片主要设计商的挥达出手投资, 一度被市场视为对英特尔前景的背书。 不过, 该投资并未包含挥达必须委托英特尔代工晶片的承诺。 总体而言, 从技术层面来看, 英特尔18A包含两项被英特尔形容为产业突破的关键创新。 首先是电晶体架构, 英特尔18A将成为英特尔首批采用全环绕炸集Gator OneRound电晶体的产品。 该技术可更精准控制电流开关, 有助于在有些面积内整合更多电晶体, 同时提升效能并降低耗电。 第二项创新则与晶片供电方式有关。 英特尔指出, 新设计可继续不提升电源效率, 让晶片在处理大量资料的同时兼顾效能与能耗表现。 市场普遍认为, 英特尔18A的量产与客户采用进度, 将是评估英特尔能否重返先进制程竞争核心的关键指标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一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